他跟你有什麼關係? 有喔 好 地熱 地熱跟太陽有關係? 地熱跟太陽有關係? 有,怎麼萬物一切都有關係 地熱跟太陽有關係? 沒有 關係沒有那麼大 地熱跟太陽有關係不大 地熱實際上是因為 我們太多的質量一直壓縮 壓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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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壓力很大 壓力很大,你沒溫度就會變高 是因爲這樣的 它實說中午會變冷嗎 會呀 所以地球會慢慢變冷 是一樣 connected 對它,它的能量一直溫溫溫壓縮 車慢慢的空流出去,出去之後 它慢慢的都會變冷 所以我們這樣子地殼對不對 上誕過幾億年之後,地殼應該會變厚 再過幾億年地殼就變高 就是一樣 所以不是你一直挖溫泉 會就是慢慢變低冷的星球 所以挖溫泉就會讓地球不會濃化 挖溫泉會讓地球不會濃化 不會啊,應該會快速濃化 濃化不是就變熱嗎? 濃化變熱啊 可是如果把熱量釋放掉 它會先釋放在大氣層裡面 這個大氣層裡面釋放出來可能會累積了幾千年 可是熱不是,你如果從溫泉裡面出來它會慢慢變冷 那變冷之後不就沒有熱 可能需要幾一年 可能需要幾一年,這過程還很長 可能需要幾一年 那這個地底下的熱釋放到大氣層 釋放到大氣層是你馬上覺得熱的 可是這大氣層的熱可能要經過幾百年幾千年 才釋放到溫泉中去 所以這時間還很長 所以你會先覺得熱 那這熱可能會讓人類... 你說熱會排到溫泉去 當然不會啊 可是宇宙的溫泉會有越熱 對,那你做 可是這很慢,因為宇宙很大 所以我上次只講宇宙現在溫泉是幾度 我正負二度級 不是啦,是負二度級 絕對零度 不是絕對零度嗎? 宇宙沒有到絕對零度 因為... 272 270度 負270度 這個是3K 現在宇宙的負在是3K左右 OK 好 輻射 輻射有能量 輻射什麼能量 什麼是輻射能量 碰重 爆炸 誰碰重 誰爆炸 分子 分子嗎 應該分 原子 簡單來講 嚴格來講 輻射這個東西是一個形容詞 輻射這個形容詞 但是我說 我們現在大部分把輻射這兩字拿來 用成說 它是一個分能的一個表示 就像 不是這樣的意思 所以我剛剛講過 我把他修啊 對 但是我還是要解釋一下 輻射的意思是說 當然一往四面八方走 是被分散嗎 休息的方式分散 四面八方分散 這個現象就叫輻射 所以假設這個燈拋 輻射 我們可以說這個燈拋的光輻射出來 不行 可以啊 可以 因為他燈之後那個地方他照不到 對 但是他就其他地方來講 那是四面八方分散 這就是說 如果你說做radiation 它是懂輻射的現象 往四面八方分散 我們可以說這個光是輻射出來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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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這樣講 所以我講說這邊有個溫度 這邊有個杯熱水 這個熱是會輻射出來的 是的 把它輻射出來的 那核能也是一樣的意思 核能反應 什麼是核能反應 有 什麼是核能反應 其實在有做輻射 核能反應 核能反應是能聽得怎麼樣 太陽 太陽是在做核能反應的 我知道了 就是核可能它在做爆炸 核能不能做爆炸 核子在做爆炸 核子為什麼要做爆炸 核子要做爆炸 核子要做爆炸 核子是什麼東西 就是 核 一種強力的電子核 其實這樣講 我們講核 主要講它是原子核 核 核是什麼核 很重要 它不是蘋果核 也不是水果核心 它講的是原子核 原子核 原子核裡面有什麼東西 電子核 原子核裡面有電子嗎 不是啊 電在外面的 有中子 跟什麼 子跟子 子 好 記不記得我講過碳12跟碳11 或者是碳14 對啊 記不記得 都是那個 都是那個 同位數 不是 它是同位數對 那個 有幾乎 有幾乎 有 碳還不是有幾乎 碳跟 氫跟 不是 不然什麼是說 有幾乎是沒有說 但我現在講碳11 碳12 碳14 這時候就是同位數 什麼是同位數 都是碳 都是碳 它為什麼是碳 為什麼是碳 植子核不一樣 排列一樣 它什麼排列不一樣 原子核 就是排列嗎 它中碳 表現它一定有東西是一樣 它這個東西代表什麼 碳的數量 這不是碳的數量 中子 喔 那個碳的 指指數 這不是指指數 分子數 這不是分子數 原子 可 對啊 我講原子數 你講什麼分子數 我是 什麼是原子數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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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們現在不要拿一堆名詞來回答我 因為你不知道那名詞的意義的話 因為你不知道那名詞的意義的話 回答自己 那個是代表它的那個嗎 原素都會去表達 它不是有什麼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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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我們沒有考試 當然很少不習 所以我們很容易就會忘記 這個 這不是高中 喔 那個喔 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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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一下 問一下 那就剛剛他複習一下 沒關係 喔 好 第一個元素是什麼 青 青 OK 第二個元素是什麼 藝 藝 不是 水啊 派 派 派 對不對 青的下面是什麼 鋁 鋁 隔壁呢 鎡 � Twist 鋁 � Vous � Commissioner �так 鴓 鵬 鴅 鷹 鸚 鵬 Pan 鴻 鴻 鷭 鴨 鵬 鶯 鵬 鸭 5.2 這個鍊是鵑 鴉 p 再來呢 我忘了派 對不對 彭 炭 彭炭 炭 陽 陽 4 1 9 這前面是派 這叫做同一地 對嗎 d 這下面是什麼 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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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是紅嗎? 紅 綠 加 音 音 音 他 他是什麼? T T就好了嗎? T 探 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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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我忘了 嘻 披 這 Study ами 央 流 吸 剃 這是 剃什麼 佛 綠 秀 點 餓 泰南 雅 特 仙 仙 仙字 中 中 中 我沒有被人拿 就是帶 但是呢 圓子這個周期表的排 二 醒過來 不好意思 被我沒醒過來 應該醒過來 這 周期表的排列是按照什麼排列的 那個 原子序 原子序 原子序是什麼 就是那個中子之字 中子電子的那個 其中一個 是哪一個 其中一個中子 是按照中子序排列 還是按照電子序排列 電子序 還是按照直子序排列 電子序 原子序是按照誰來排列 電子序 原子序 什麼是原子序 沒有原子 原子序就是 中子或電子或直子 其中那個 那個 那應該是那個吧 直子 不是啊 電子 電子 還講 電子是那個 二十六成的 好像是喔 是 是 中子 電子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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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不一定 還有公布答案喔 趕快 中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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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妞妞 小妞妞 什麼東西啊 電子 我知道 原本是用電子的牌線 後來不一樣改 電子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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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以前在上什麼課 以前我 那是老師太爛了嗎 好 講了你講好 好 音質序 現在叫做自指序排列 字序 剛剛給我提供一點 其實我記得在講這段的時候 我好像連續講了三次課 我記得我好像不在嗎 複習了三次來四次 那時候怎麼樣 因為每次講到這邊 我到後面會生氣 是因為我覺得好像你們 沒有很 很在乎這個 或是沒有記得那什麼東西 我可能沒有去看課 只是三個聽一聽就算了 三個聽一聽就算了 三個聽一聽就算了 每次就算了 每次就算了 那我覺得如果這學習看的還是聊的話 你就一直都算了 清 通常我們講它的清是一 現在一是什麼 電子 直子 所以我們在搞清什麼直子 什麼電子 什麼直子 是中子 對不對 原子殼裡面就只有中子跟直子 原子殼 一個原子 所以我們在決定一個原子的重量 是由哪些東西來決定的 子 中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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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所以我們看到輕寫這樣,輕一代表什麼 輕一,這是一個符號,簡單的符號,符號並不是啊 什麼,再講一句 它有一個姿質 它的中指,沒有,沒有中指 然後它帶一個人類 基本上所有的原子,只要是它 原子的狀態應該是不帶電的 對啊,所以它也有直指,所以就要有中指 所以也有電子 所以說它不是帶一個正電 它不會帶電,所以我們講著 它會有一個電子 會有電子,對,一定要有一個電子 所以電子到了輕在跑 它裡面沒有中指,所以這是原子力 這代表原子力,這原子力 這原子力代表什麼 代表是直指數加中指數 它,一個原子可不可能沒有直指 不可能 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它一定會有電子 然後它如果沒有直指的話 它可能沒有電子 電子會跑來跑去的 它可能沒有電子 不是因為這個原因 一個,一個元素可不可能沒有直指 不可能 為什麼 因為直指就是那個 直指的量就是原子虛 它就是代表那個元素 它一定有多少量的原子 在直指 對,原子虛就是直指 因為原子虛是什麼東西 它就不在周期表裡面 它就不是一個元素 我們不稱它為元素 有沒有可能是沒有直指的情況之下 有沒有可能 什麼意思 有沒有可能在自然界中出現物體 出現一個物質 但它沒有直指 那直指到底是什麼東西 直指就是 我們這個原子盒裡面 它有一些東西組成在一起 它被困在一起 它被綁在一起 被一個我們不知道的力量綁在一起 然後其中一個東西就是直指 對 假設這個是直指 這是中指 好 這裡面有五個中指 有四個直指 這情形外面可能會有幾個電子 十個 十個嗎 裡面有四個電子 外面有四個電子 才能夠平衡 對 外面應該有四個電子 是好 好了 這元素應該是什麼 一二三四 就是平 對不對 它的排序啊 字指數是四啊 對不對 一二三四 四是皮啊 所以它應該是皮 對不對 假設我有能力 把一個直指給摘掉 它是什麼 它就變成底 它就變成底 它原則的性質完全都變了 我想這個方法塞進去 兩個直指會變什麼 會變棚 所以那個中指跟它沒有關係 中指呢 那有個很奇怪的事情 你們想想 我們電子不帶負電 直指帶正電 中指不帶電 假設我強迫一個直指 給它塞一個電子 一個直指 塞一個電子 我把電子 塞到那個直指上去 它會變什麼 它會變中指 它會變中指 它可能變中指 事實上是這樣我不知道 但是 但是我從小 從國中以後 讀學那個中指 我就一直想像是應該是這個樣子 可是應該不對吧 因為這樣的話 電子就不平衡了 電子就平衡了 電子就平衡了 我把一個電子塞進去 我現在裡面有四個 有五個直指 我裡面這邊應該是五個直指 五個六個 五個電子 我把你先用個電子 拿進去跟直指 然後不開始六換四了嗎 什麼六換四 我就 我電子跑進去 有這邊剩四個 四個多 可是那邊不是有六個 如果塞進去 把直指轉換成中指 對啊 因為他們是在鎖電 哦 直指單稱電嘛 那中指還是什麼 中指就是個物質啊 然後 等一下 你是說把一個電子塞到中指上 塞到指上 然後 電子就會變中指 電子跟中指加起來 電子跟中指加起來 電子 電子跟中指加起來 直指加 電子跟 電子等於中指 有沒有感覺上是這樣的 因為在鎖電 真直指帶鎖電 對不對 電子在負電 中指不帶電 對不對 它不帶電 所以如果把電子跟中指 在電子跟直指合起來 它是不能變中指 實際上質量相當的 實際上沒有錯 它只差一定的質量 它說一個元素 它裡面的中指到底有什麼用 中指有什麼用 目前來講也不清楚 不清楚 它就是在原子核裡面 它在原子核裡面 可是我們觀察到一個現象是 一個物質它的特性 跟它的質素有關 質素在一轉變 它的特性就不一樣 它可以是氫氣 它可以是氦氣 它可以是氫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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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何一個元素 我只要把它的質素改變 它的元素完全不一樣 性質完全不一樣 好 我性質完全不一樣 好了 那回來這個東西 碳 碳12什麼意思 中指12個 中指12個嗎 再想清楚一點點 你看這12個是原子核 這個不是原子核 這是原子核 這是原子核 你看它的原子核不會不一樣嗎 它都是碳 都是碳 碳的原子核多少 12 碳的原子核12嗎 1 2 3 4 5 6 碳 碳數第六個 6 那剛才不會是更好 蛤 它的原子核多少 6 6 它的原子核是6 它的原子核是6 不管碳11 碳12 碳14 它的原子核是6 它什麼不一樣 中指數 中指數 喔 所以這邊的中指數多少 6 這個中指數多少 5 這中指數多少 8 對 中指數不一樣 中指數不一樣 65 這不是12 12-6等於6 11-6等於5 對 表示這個碳11裡面就有5個中指 這碳12裡面有6個中指 這碳14裡面有8個中指 所以都是-6 對 因為6是 它的原子它都是碳 碳 碳 不是就在這裡嗎 對不對 碳 都是6 它的原子核就是6 它的質數就是6 你的中指數不一樣多 中指數不一樣多的情況之下 有些元素就會轉換成放射性元素 所以上面那個數字代表是 原子量 原子量 對 因為中指數叫質子數 原子量 中指數叫質子數 就是它的原子量 它原子的 原子的 原子的質量數 質量數 譬如假設我先問你一個問題 假設 那 25 好 請問它裡面幾個中指數 幾個指數 那 12 18 18個中指 11 18個中指 那是多少 納的原子序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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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12 13 11 納是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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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邊它的中指數就是14 但是我是隨便寫的 納不是25 這樣懂意思嗎 我 懂意思嗎 OK 對不對 好 但是情況之下 碳磁式 它不穩定 它不穩定的情況下 它這個原子核就會想要把一個中指丟出去 它就想要把一個中指丟出去 那什麼時候會丟出去 不知道 你拿那邊放出的性能數 蛤 在那邊放出 對 放在性能數 丟出去的中指是非常能量的 是能量非常高的 丟出去的那個中指能量非常高 這中指就具有能量 這中指丟出去之後 腳上丟出去一個中指 它變什麼 13 變碳13 再丟出一個中指 變碳12 它就穩定了 所以它可以丟兩個中指 好 那能量更高的 像右 238 右238是能量量很高的 而且右它不展示是一個大原子 所以右可能會丟出更多的能量 它應該會把中指也丟出來 它丟出另外一個 好 它丟出一個中指 然後你丟出來 剛好撞到另外右 這時候會做一個很奇怪的事情 這能量它大到 因為這個原子很大 右238 238你看 一坨耶 這一坨裡面有幾個中指幾個姿勢 有幾個中指幾個姿勢 沒有回到 這一坨原子盒裡面有幾個中指幾個姿勢 可以看到 下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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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 在這裡 原子區多少 92 幾個宗旨 幾個 710 146 146 146 OK 所以1238是固定的 它是不是原子量是238 23 238.0 238.0 238.0 它應該不是238 這個我不記得 但是它應該不是238 238是5定的 大概是240 又是什麼 又是什麼 又238不是放射性元素 又是235 又是235 說錯了 又238沒錯 又238是放射性元素 又的五定 它也是235 235占自然之間 大概99% 它可以只有占1% 不到 1%不到 所以它的平均的原子量是238 平均的原子量 235 238 1%不到 235 那不對 相反 相反 所以又238是五定碳的話 那應該是有 又240 235 又235是另外一個 又235是另外一個五定碳 有兩個五定碳 235跟238都可以存在 又240是放射性元素 好 那它放射性元素 它就有幾個元素 幾個宗子 有148個宗子 那它不穩定 它想要丟掉兩個宗子才不穩定 它就把兩個宗子丟出去 好丟出去 丟出去它撞到另外一個原子核 然後把它什麼事情 爆炸 就爆炸 原子核就爆炸 原子核爆炸就是分裂了 分裂它可能分裂成一坨 原子核跟另外一個原子核 兩個原子核 不一樣大小 這一坨呢 可能會變成裡面有 裡面有48個子子 這一坨呢 我會分裂成 我本來有92個子子 我分裂四十八個在這裡 那這一坨是幾個子子 分裂四十四個子子 好 48個子子是什麼元素 48個子子是什麼元素 看一下 像那個 五個子核 الب 一個真的 金栽的那個 不是那個 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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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不是 Extendo Ru Ru Lu Ruh RH 它變成兩個元素 它這個右就被分裂成兩個元素 RU RU 對嗎 這個核爆這樣 它可以爆出黃金 有可能 有可能 但是應該比例不大 這時候它會爆出更多中指 會爆出更多中指 會爆出更多中指 然後呢 同時也會爆出很大的能量 熱量 熱量 因為這過程當中會產生一些 質量的損耗 那在安斯坦的理論來講 一等m7平方 我只要質量消失了 消失了只要光輸的平方 就變成能量 就可以放出多少能量 我只要有兩個子子消失 或兩個中指消失 我只要有兩個中指消失 我就放出大量的能量 那這時候放出這個中指跑去哪裡 這些中指跑去哪裡 這些中指跑去哪裡 就會撞到別的釉 撞到別的釉 又同樣產生性的元素 然後又放出更多能量 然後放出更多能量 放出更多中指 然後又撞到別人 這叫跌拖反應 只要有兩個釉就可以出現了 兩個釉還沒辦法 大概他們說 停伏要形成一個核爆 大概要有幾公斤的釉放在一起 它才可以形成這樣跌拖反應 幾公斤的釉 大概一兩公斤吧 所以實際上我們收的盒子彈也非常簡單 它這邊一坨釉 然後中間隔開 檔板隔開 你只要把它打開 它的量夠多就爆炸 就合爆 就這麼簡單 所以這個是一個連鎖反應 那在核能怎麼控制這個核電話 因為這樣很快啊 這樣連鎖反應是反應 就爆炸了 可是核能比較快的反應 它怎麼辦 少量 少量 它會加一些可以吸收中指的 它會加一些可以吸收中指的 沒有錯 吸收中指 它把這個多的中指 我不要那麼多中指去反應 所以我把這個中指給吸收掉 用什麼 要種水 用種水 喔 種水 聽過吧 有啊 H2 H2 我們H1 一半是第一 然後H2 H2 H2 是重輕 它可以吸收 重輕變成重 重的可以吸收一些 多一個中指 然後呢 還有一個方式是什麼 它把這些 鎖做成燃料槓 一根一根的 然後呢 然後中間呢 用隔板隔開 所以我能夠反應的就是漏出來這一塊 當我需要多點能量之後 就把燃料棒放下來一點 當反應太快的時候 就把燃料棒抽回去一點 我就可以控制反應的輸入 那你消耗得很快嗎 其實不會消耗很快 不會消耗很快 那消耗得還蠻慢的 而且你知道 你這種方式 它這一點點 一點點這個 重量改變 可以滿足到能量是非常高的 但是因為 那為什麼這種方式 現在被大熱水過病 因為你用完 你這個就要核廢料 核廢料是一個問題 它還是會排放東西 排放什麼東西 還是排放 輻射鞋 什麼是輻射線 回來 什麼是輻射線 它輻射什麼 輻射什麼 輻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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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到底輻射成什麼東西 讓你覺得害怕 中指 好像不在這種裡面 錯 它譬如說它打到碳 碳 碳本來是12阿 我知道了 我打進去碳12變碳14 我知道了 所以它會 我問你 它會打到人 現在人感覺突變 有可能 對 所以 基因會 基因會被打亂 身體的細胞會被打壞 所以它會穿透人體 它有可能穿透 但是有可能打人細胞 那為什麼 為什麼不讓那個 死刑犯去做這種實驗 你知道嗎 你願不願意加入這種實驗 讓你變成突變人 你可以為國家軍方笑 但是有可能它是壞人 它如果是死刑犯 它是壞人的話 它突變變成一個巨大能量的人 你的動作比較大 不是很危險 沒有 這個世界就會變得多彩多姿 什麼事啊 好 這種方式叫核分裂 你看一個又分裂成兩性的物質 對不對 叫核分裂 核分裂它有所伴水來講 它可以放出很大的量 但是同樣的 它是放出很多的這個 輻射線 放生性元素 它產生更多的輻射線 那這些東西如果沒有好好處理的話 它實際上就會造成 附近的 只要接觸到這個水漂 我今天想要這個東西去 排到海裡面 海裡面才會受到污染 那這輻射線沒有吸收的 它核分裂也是污染物 對 你說核分裂受污染 那它有辦法 把那個排解嗎 把什麼 它受到污染的東西 很難排解 所以現在的核分裂 核廢料就是會用水泥把這些 我常常有分 燃料放還是沒有辦法處理 燃料放還是對在那邊 沒有辦法處理 然後你碰觸過這些燃料放的東西 譬如說我穿的衣圖 我穿的防護服 我用過的在裡面用過的工具 我用過的東西 這些都是叫核廢料 就是核廢 就是要經過處理 營造核污染的物體 它要經過處理 它用桶子裝起來 鐵桶裝起來 然後就是運去燃運 放起來 現在都對在那邊 這些有什麼影響 還是有影響 它裡面還是有些放鬆性的存在 它已經存在了 所以它要經過幾千年幾萬年 經過慢慢的慢慢的 中指要是慢慢跑出來 核融核是什麼意思 對 其實我們講核融 這是核分裂的反應 它可以幫助高能 怎麼那麼講核融核 核融核 上次有一個很大的新聞 不然你看過沒有 它在台東有個學校 大學 東華大學吧 還是什麼 它一學生有做核融核的反應乳 很可愛的核融核反應乳 核融核的反應乳 核融核的反應乳 它是核融核 那什麼是核融核 你看喔 一個清 水 清跟雅白裡面的水 我如果把它清 清什麼 清是裡面是一馬一 對不對 那我如果可以把清 給它一個中指 變清二馬二 對不對 二呢 我如果把兩個清 給它 擠在一起 變成什麼 二 變成氦 對不起 氦 誰用你猜啊 氦的原子序多少 氦的原子序多少 原子序二 它原子量 四 是不是這樣子 我本來是一個子子一個中子 一個子一個中子 是清一嘛 是清一 清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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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兩個清二 給它擠在一起 這邊的泰 這邊的泰元素 清一叫清 然後咧 然後它就放出能量來 然後它就無心了 這東西有沒有放出清元素 沒有 這邊是一個 這是核融核的反應 核融核是安全的 核融核是安全的 那它為什麼 無消耗 那個 它這個成功之後 然後它做了什麼 它做了什麼 它做了什麼 它只確認它成功 它有充分的獎 它有充分的獎 但是它沒有被證實 它只確認成功 沒有人給它證實 它也不會有充分的獎 這個核融核的反應 倒不再發生 也不會有充分的獎 這只是你能不能做出來的獎 這東西它的用途就是 你可以插電 然後再把它接觸電 然後你用丟東西 然後它融化 就可以觸觸電 陳佑現在講的東西很重要 就跟剛剛陳宇講的東西很重要 我本來要留在一起講 就是說 我們這個東西 體會那麼困難 譬如陳佑剛剛講說 我可不可以現在用 把這些所有的動物的食物 全部集中在一起 用我們現在的能力 把它做成石油 那我們就可以用了 所以陳佑說 我這個東西是不是用插上電 它可以反映出能量 然後再輸出電 再輸出電 是不是這樣子 是的 沒有錯 這個它功率比較高 還是它其實一樣是不相當 就是輸入的電比較多 對 所以要評估這個東西 我們要評估這個能源 好不好 就是要看輸入跟輸出 陳佑一開始講 我把一顆動物變成石油 對不對 可是這些動物過的時候 這變成石油的過程當中 我必須要消耗 就比它最後會產生的還要少 而且還要多 對 講這個必須消耗10公升的石油 去產生1公升的石油 走 就是不划算 不划算 沒有意思 我如果插電 我給它1000焦油的能量 它放出200焦油 那也不划算 不划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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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大部分能力都是這樣 就是不划算 可是我假如輸入1000 他可以幫我們12000 划不划算 划算 划算 就划算 我最後可以把這些切 拿來給它自己用 再了解 就拿去給別人用 對不對 我就可以持續 有虛 他就可以持續 對 它是種水 它是買種水 種水是從別的地方做出來的 種水就是 基本上 像你剛講 你事實上是 在那個什麼 核 核電廠裡面都有很多種水 那它的水 你那個水拿去照顧核水 你把一般的水 一般的水 把水拿去給方生性元素照一照 它會變種水 有部分就變種水 它不會有輻射嗎 有些輻射會跑掉 那種水它 種水還好 種水算安全的 青 青一跟青二 都是安全的 都沒有放射性 青二還沒有放射性 但青二存在的機率很少 因為自然界都沒有什麼放射性 它不太能夠把青一變青二 但是如果你把青一 拿去給那個又二三五四 二四零照一照 它又可能變青二 但是還是安全的 那拿青二去照 拿青二去照 拿青二去照 它可能變青三 青三好像是 有放射性 有放射性 有一點放射性 青三在那個 青三在那個 依然是 這個寫法是這樣子 寫青 對不對 那要寫這樣子 青刀穿 對 青刀穿 那這個寫法是這樣寫 那這東西 比較 更少見 這東西很少見 是更少見 那你青二 哪去做的青種水 青都買得到 而且一公克才一千多塊錢 也不會很貴 一公克 一公克 一千多塊錢的味道 也不會很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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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虎我 欸 有個東西 有些東西是你根本買不到 那才會吧 可是那個 去那個 不是直接去那個 那個叫什麼 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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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堂 老一點之外 就好了 不行了 欸對啊 所以你說那個水被灶浪 然後才變成H2 那如果 所以它是 用來降溫的水 然後放在那邊 然後可以知道 它不是用來降溫的 不然 它是吸收中指的 吸收中指 對 所以它是從 它從 刀會變穿 它吸收之後變穿 但是它是在裡面循環使用 它不會滑掉 因為事實上 它放這個中指 你要想 我有幾十噸幾萬噸的水在那邊循環 這幾十噸幾萬噸的水 你要把這全部變成酸淋 我只要十八噸就一磨 欸 這什麼鬼異的事啊 沒有 就輕鬆出來 就兩撇跟三撇 這樣子 好 那再回來一下 它怎麼啟動它核呢 核融的反應 超越 洗腳踏 簡單來講 太陽怎麼在燃燒的 太陽怎麼在燃燒的 太陽現在燃燒 不是把清爽很害 就做這個事情 它就把清爽很害 可是裡面的清湿太多 所以我多了它可以燒幾百一年吧 幾百一年 現在目前估計太陽應該有一百二十一年的燃燒 那為什麼它的清不會流掉 為什麼清不會流掉 因為它質量多大 現在估計太陽還一百五十一年 對啊 夠了沒關係 對 它太陽夠大 它裡面的清夠多 多了它可以繼續燃燒 一百二十一年左右 好 那它可以繼續燃燒 那燃燒它不是只 點火燒燃燒 它是核融合反應耶 那是非常激烈的核融合反應耶 它放出大量的能量 所以我會從太陽能那邊 然後牽延長線過來接電 不用嗎 你拿個太陽能板照它就好 剛好牽延長線 哦 對 那你太陽你看天氣這麼冷 只要出來就 哇好熱 這曬太陽好熱 看人家穿你身上 根本不用延長線啊 對 比你接電 你耗的電還多啊 是不是 你現在 你現在 它有些全身都黑掉了 我懂了 對不對 那核融合你來控制嗎 核融合你不容易控制 它很亮嗎 蛤 它有光跑車 它是有光嗎 它能量很高啊 目前來講 在英國聽說有可能 核融合的電廠 準備要商轉 大家有聽到消息 大概是 商業運轉 我那時候聽到這個消息是大概十年前的事情 但十年前的時候聽到這個消息 他說大概預估他大概五十年 二十年到五十年的天他能夠傷轉 因為他很難控制 他很難控制 所以他裡面一樣就一直搞洞水 他應該不知道 他就是 像一個小朋友做這個東西 事實上沒有什麼太大的用 就是我給他加電壓 然後他開始持續反應 他就不會停了 你把電拔掉之後 他還是持續反應 而且他可以放進去掉 那怎麼停掉 那怎麼停 用完了 你把裡面的 那他不會用完了 這種時候用完了 因為你剛才講說他 只要 就你中指用完了 就是一個好的 好的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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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能 不是 他中指用完了 他一直把它清變成 他還清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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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他沒辦法給啊 他那個 他那個反應組是這樣 他這個反應組是 所以你看如果這麼簡單 那英國幹嘛要保20年 我們剛才講核分裂 他可以控制自己 控制他幫 控制他幫 多一點出去 少一點出去 多一點出去 就多多量 少一點出去又少不量 那這裡怎麼控制他 多一點怎麼量 沒有辦法控制 我是要把它打開 加進去 可是他為什麼要做一個 很好的一個容器 因為在容器裡面要逼壓 要抽分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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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給他一點點重水 再加一點點去 就沒有辦法重 重水會不會的嗎 重水也是會不會的嗎 就是把它重 低壓到幾乎 重水 重空一刻 然後水就要去浸泡 不會講 他就變水氣 就變水氣 重水有種特別顏色嗎 沒有 就白色 一樣透明 跟水一樣 你看不出來 我現在給你一個重水 跟你給你一個重水 你沒有辦法分裂 也可以喝 也不會怎麼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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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會覺得特別重 會不會 會不會覺得感覺像充滿人量 低刀飽和清水是一種東西 不會 不會 低刀飽和清水 什麼飽和清水 低刀 低刀飽和清水 這什麼意思 我也不知道 我看我爸在喝 他是那個 他應該是要去照那個 對 他辦法喝那個 就是有 有這個 刀 刀的那個 就是種水的 很貴 很貴 很貴啊 你不知道 他是不是很貴 好喝啊 你幫我講 你幫我講 不是啦 他那個是要去 他應該是要去照那個 斷子掃瞄 照那個就是 黑 可視共證 他都檢查 整體檢查 因為他那個時候 他水會分配在你全身 啊 因為他有放熱性 所以我比較容易檢測 啊 嗯 而且我就不要太緊張 又不然他有放熱性 又發光 那那些賢是他爸說 我不知道 我知道 因為這樣的話 好像 你為了讓他檢查 那這部分是 黑龍河就這樣出去了 所以在 其實有一個電影 也是為黑龍河寫的 是豬人 不是 製作也是 製作也是 更早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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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製作也是講 核龍河 他說基諾裡為贏的 也是也沒去死 他沒有拿出來有的 他說 有一個人 有一個科學家 他發現 他核龍河一直飛不起來 叫什麼 忘記了 很久了 他核龍河一直弄不起來 因為 你不是給壓力就好 你要給很多條件 你要把青跟青湊在一起 什麼湊在一起 就是用很困難 你沒有條件 適不適 後來有一天 突然 他做這些時候 外面有個聲音 有個音樂 還是有個什麼噪音 反正有個頻率 非常高音 這樣這個高音頻率 共證的關係 使他融合了 放鬆能量 爆炸 反正是沒有 他沒有使用 他得到這個配方 就是 你在組合的過程 他需要一個頻率 可是音樂一直找不到 所以沒有很正常的出力 怎麼可能會 頻率不是感覺 弄得很高就好 他不知道要這個事情 誰知道你說反應 就是要加一個音樂頻率 誰知道這個事情 誰知道這個事情 然後說他知道 然後呢 他知道之後 就把這秘密 要傳遞給人家 因為他開始把這做商 來來來來 可是這個事情 開始就引發很多的攻擊 就要把這個科學家給殺掉 嗯 因為 我是做石油的 當你這事情做出來之後 就能量就變得非常便宜 你這個能源就變得非常便宜 欸 水哪邊都有 告訴台 地球上 什麼都不缺 什麼都缺 缺水 太陽 還裡面那麼多水 我只要把水變成重心 我就可以拿來做核融核反應 是不是 等一下 等一下 我懂 你說 他已經知道是 因那個聲音的頻率 對 他知道聲音可以影響 這個核融核反應 所以他成功 所以你說那個主角 他就要保護他 那主角就保護他 那個人被追殺 就是因為他發現這個秘密了 他發現核融核的秘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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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過了 那個 湯姆 湯姆 湯姆克勒斯 湯姆克勒斯 那那個是什麼 他又演一個 就是有個那個 有一個科學叫他 弄出一個電池 永續電池 然後但是他會發熱 然後後來那個沒爆到 那不一樣 那也很好看 那也很好看 他這個 他這個就是 就是核融核 核融核現在是 是未來的能源之心 假如你幫我發現核融核的話 他可能可以解決人類很多問題 可是呢 可是我要問你問幾 我問你問幾 核融核是不是 最後的解決方案 錯 為什麼錯 因為水也會用完 OK 你水都變重水 那你拿來的 好 我們要把所有水就完 事實上是幾乎不太可能 但是那個 但是我之後 水就蒸到 蛤? 水就不見了 水就變成太陽 水就變成太陽 水就變太氣了 可以把它分開嗎 分開要給它能量 分開你要給它能量 那你就知道一個 現在整個宇宙能量是不變的 它幫助到能量 你要給它能量再把它分開 那你一樣能量就耗掉了 所以反正水一定要玩 因為水它就這麼多 所以它這個一定不是最好的方法 所以你應該去思考是 我們人類到底想活多久 對啊 一百歲就夠 一百歲就好了 那是你啊 我覺得我們這一代 我都能量活多久 不是你要活多久 我都說你不是你要活多久 我這一代貼書就自己貼書 所以享樂族語嘛 你只考慮到你自己 可是你這一代活下來 就問到 同學 你這時候活下來 你還要比你小兩歲 還要比你小五歲 還要比你小十歲 還要比你小十歲 那你從什麼都切斷 我就呼籲大 就不要有下一代 他想要說的是 他不care那些小孩 那會不會呼籲國二圈嗎 我們就直接在 我們就在一百歲的時候 然後就直接世界毀滅 我跟你講 這樣最好 你剛剛說你會很痛苦的啦 因為你假設後面都沒有人 沒有人養你啊 反正從我 那學年就七歲到 我們就直接結束 所以我們的核能 是需要能量 它是會靠核農核 核分裂 或是產生質量的變化 這質量就轉換成能量 那這個能量就放出來給我們用 結果哪有用 那實際上我們在 實際上我們也不需要這麼麻煩 我們像這種人類 如果省點能源用的話 光太陽給我們的能源 就絕對夠用 光是太陽給我們的核農核的能量 就夠用 所以現在更多人在發展什麼 綠色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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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有人叫做有趣能源 或者叫做 就是拿那個藻類 或者叫再生能源 昆蟲 它的再生意識 再生又有兩個意思 再生意識是說 因為我今天吃了食用油 我吃了沙拉油 吃一吃我不要了 我把藻類做成生脂柴油 給測試用 我可以的 這要再 我把這個剩下的能源再生過去 或者是有些人 我把花夾完 或者有些人種一些甘蔗 種一些大豆 把這大豆乾的藻類做 甲臀 做甲臀 拿去給汽車用 也可以 這要生脂 這要再生能源 可是第一次的能源 我認為比較像是 風力發電 太陽銀發電 這些東西 太陽銀發電 水力發電 水力發電也是 水力發電也是 太陽能發電 火力發電是不是 不是 火力發電不是 火力發電用的是石化燃料 它從地底上挖出來的東西 它是石化燃料 所以 像 地球經過很長很長時間 把那些 有幾乎變成石油或者是煤炭 變成這些東西之後 它你處在地底下 它裡面存了很多碳 可是 我們現在如果說 透過人類把它燃燒 它會燃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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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我們現在目前 運勢效應的一個主要原因 使作用者 主要運 那我們 很快 用兩分鐘把這腳 我們下一個 注射 可以 就是用 打便 把那些 難聽說 找氣 找氣出來給發電 找電燃燃 腳踏車是能源嗎 不是 腳踏車不是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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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是啊 他睡完都會 那是一種動作 我在睡覺 對 睡覺讓你覺得 就是睡覺給我 所以那是動物質啊 睡覺過程是用來修復你的 修復你的生理 生理 生理細胞 對啊 他用來修你生理細胞 所以你覺得有精神 我就睡覺不是能修復 細胞的那個 主要因素 所以 睡覺只能在 應該 吃在浪費你的時間 因為其實你平常 也在修復 精神的細胞 你這樣站著 什麼啊 所以睡覺 你不要睡 不是啊 但是睡覺 如果你不睡的話 你會累啊 可以研究兩個人 睡覺有兩個事情重要 非常重要 第一個是 整理 整理腦袋裡的東西 就是他把你這一天 所做過的事情的記憶 看過自己的記憶 做個整理 送你 他整理完之後 把有優跟沒有所分類 那我好久了 這很重要 第二個件事情 他加速你的修復 雖然說你平常 白天醒著也在修復 但是睡覺都修復會更快 因為他分泌一些基礎 是哪個基礎 讓你長得更快 修復會更快 所以睡覺是有意義的 但是睡覺 也跟他講 他不是算是能源的 放屁的動作啊 放屁的動作啊 打翻丁是那邊嗎 是啊 打翻丁不算了 但是如果說以那個叫做 五碟效應 的說法是可的 然後打翻丁 然後這邊產了一個氣流 那氣流擾動另外一個氣流 然後這個地質擾動 就是放了一個台風 後裏 這是什麼 他氣是嗎 他氣是嗎 他大麻 下個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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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